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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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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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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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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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看到你们的消息 我先自己发一个消息 从来没用手机直播过 你们能看到我吗 能看到我的屏幕吗 有没有人可以给我发一个消息 看看是否能看到我 先把我的屏幕再转过来 今天是11月3号周日 上午大概11点钟的样子 11点5分 离大选就两天的时间了吧 大家说说我的太阳能系统 来的就是打上招呼 我不知道你们来了没有 我再把我的屏幕转过去 前些日子 上个月 美国南部连续两次飓风袭击 很多地方断网断电 断网断电也就代表着 没网 没电 无法通讯 冰箱里的食品都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呢 我最近就琢磨了一套太阳能系统 想给家里安上 可是呢 我装好了太阳能系统之后 我才发现我家的阳台 虽然是东南西北都有太阳晒进来 可是朝南边的邻居的房子太高 把我最好的太阳都给挡住了 所以太阳能板即使是竖着放 也接受不了特别多的太阳 虽然太阳很足 但是都被挡了 尤其是冬天 太阳又是斜的 它不是在脑袋顶上那种 上午的正顶的太阳 所以我就发现我家里装不了太阳能系统 就是装了之后 没什么 收不到什么太阳 转放不了太阳能 所以我就想着 那我就把我这套系统得利用起来 那就装在车点上吧 那车嘛 找个地方停车 没有像这种空旷的 像这种空旷的地方 在美国到处都是 美国到处都是 没有任何的遮挡 那白天五个小时 那太阳 看看能否把 我的太阳能的电池充满 能通过太阳能板 把我的电池充满 所以今天我是来试一下 因为我要是把那个两块板子 装在车点上的话 需要买一个车点架 车点架也得花钱 花时间装 所以呢我今天就先来测试一下 现在还没有车点架 就临时先把这两块太阳能板 摆在车顶上 车点 两块板子 每一块板子是200瓦 加起来就是400瓦的太阳能的板子 大家都到了嘛 到了来打声招呼 我好知道你们在啊 然后呢我这里有两块电池 每一块电池呢 是12.8伏1000毫安小时的 我把它们并连在一起 哎呀 金车来了 你好你好 来了就打声招呼 要不然我这一个人快孤独的哈 我这是两块锂电池 我把它并连在一起呢 就是12.8伏乘以100毫安小时 就是每一块电池是1280瓦 乘以2的话呢 就是2560瓦 如果数学还行的话 乐融1957 哎呀太好了 大家都来了 来了就打声招呼啊 第一次用手机直播 有点颤颤巍巍 小福利也不在 第一次老虎不在 猴子自己直播 这是两块电池 刚才给大家看了 上面这是临时摆在车顶上的 两个太阳能板 然后呢太阳能板呢 这通过这正副级的线呢 通过正副级的线 跟这个太阳能充电转换器 连接在一起 然后这个太阳能转换器呢 再跟电池连在一起 它就可以给太阳能 它就可以给电池充电了 又有一个战友来了 打招呼了 觉醒的觉醒的 觉醒的人 觉醒好 觉醒好 好久没见了 他给电池充电 其实这套系统就好了 这套系统就好了 供电 怎么 这是储存电和充电 靠它们三个 太阳能板 转换器 电池 然后怎么用电呢 用电的话就 用一个逆变器 我这里头有一个 2000瓦的逆变器 这逆变器呢 通过这根粗的电缆线 直接跟这电池连上就好了 现在呢 我是在外面先测试一下 看看今天这太阳 就是到底是能不能 太阳足够给电池供电 因为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一般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最好的角度呢 它不是平着放的 它是有一个 根据你的位置不同 需要有一个好的角度 但是呢 我把它 如果装在车顶上的话 就只能平着装 所以我就想试一下 到底平着装 现在的冬天的太阳 已经就是最差的太阳了 夏天的太阳 那是最强的太阳 到底能充多少电 所以呢 今天就想试一下 是否比如说充五个小时的电 就可以把这两块电池 2560瓦的电池充满 这是我今天想测试的 目前呢 是美冬时间11点 这个充电的器呢 它最高是可以给电池 用40安培充电 目前我们能看到是13.32 13.33的样子的供电 还是比家里好多了 它毕竟是现在没有任何的阻挡 啊 对 经浙说 经浙说 只要多备点汽油就行了 如果有汽油发电机 对 汽油发电机我在德国也买了 然后我还备了10桶 在台的时候 他们也不一定能买到油 而且买油的话呢 也要排大队 万一要没油的话 也就发电机也没用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发电机声音太吵 这是个 等于是个目标 人家都知道你家里这有电了 就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次生灾害 灾害就会发生 哎呀 洪流也来了 对 家里还要准备煤气炉 没错没错 煤气炉 像野营的那种 camping的那种煤气炉 各种煤气炉都得准备好 煤气罐 有没有 有 我这中文太差了 以前都是小福利读字 听这说啥 中文讲能给我念出来就好了 没有电 没有气的话 还可以用烤炉 没错 反正这些东西尽量都准备着吧 洪流说他也很 他有一套太阳能系统 我也是最近刚琢磨的这个系统 我也是刚琢磨的系统 但是太阳能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果是没太阳的话就完蛋了 所以其实最好的呢是两个都有 汽油发电也有 汽油发电机呢还有两种 一种是他们 我看有两种 对着帽子是福利的 太阳太晒了 我怕他又说我晒出班来 所以我就戴了个帽子 最近美纽约这边已经一个月 已经一个月没有下雨了 我看天气曝最近还是两星期左右 还是不会下雨 所以我就觉得太阳能太有必要装一份了 而且最近太阳能的充电就那种大的 Power Station大的充电宝 还有太阳能电池都在降价 我就问了一下我就想为什么降价 我问了一下ChatGPT ChatGPT告诉我 产能过剩 小福利做了这么长的几百 一百多期的财经节目之后 我问他他也说出来 虽然没说出产能过剩 但是他说太多了呗 所以就是这么个情况 现在目前现在特别便宜 电池也就是锂电池也特别便宜 或者买那种大的充电宝 Power Station也是很便宜 但是充电宝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他一旦坏了的话 你就很难修 我家里也有一个充电宝 还是Anker的算都算名牌了 你什么都不用管 他就都有了 但是呢前些日子 他有一个110V那部分 110V那部分 比如说就这儿 逆变器那部分 不工作了 只有USB工作 那你过了保修期 他也不管了 他那东西那么复杂 就是都集成在一起的 也没法修 现在等于是那个1000瓦的 那个1000瓦的充电宝 就只能供USB了 110V的供不了了 对 发电机的确是非常非常便宜 或者什么 他们据说我看网上说 那个Harvard Freed 那公司的充电机也 发电机也很便宜 发电机嘛就是到处都有 不需要的时候呢 商店里都摆着没人要 一出事了 那人家立马就没了 是很划算 就背一个 如果要是说 你要是带大农村的话 不怕吵着别人声音 噪声不是问题的话 我也会背一个发电机 而且呢 是我会背那种 两用的 一个是烧 同时可以 就是又可以烧气 又可以烧气的那种 我觉得就等于是 又多了一个选择 刚才我说到哪来着 说到好像这 说到这供电 我这 这个 对 我这刚才说到 那2000瓦的逆边器 2000瓦的逆边器的话 供那种美式的 全尺寸的冰箱 是没有问题的 大概 美式那种 全尺寸的冰箱 一般是 每天大概是 耗1000瓦的电 1000瓦应该就是 一度电吧 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 应该是 大概一度电的样子 所以这 我在家里测试了 用这两块电池 用我这两块 加在一起 2560瓦的 理论上 2560瓦的电池 共1.5天的电 30来个小时的电 冰箱是没有问题的 在家里头 我就是 因为太阳能充不了那么多电 我还买了一个 就是 专门给 就是给 电池充电的那种 插上 110伏电 供电的 所以 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的目标呢 是 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 把这块 把这两块太阳能板子呢 搁在车顶上 搁在车顶上 每天希望能 在太阳底下 停车场啊 什么的 太阳底下 出 6个小时的电 能把这两个电池充满 充满之后 万一要是真没电了 回到家里 把车 停到车库 然后 逆变器 在逆变器上 插个 插个延长线 就可以给家里供电了 现在 我这里是 为了测试吗 为了测试 我这有一个 500瓦的 500瓦的 小 小的暖器 工作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冰箱也都没问题 大冰箱也都没问题 但是 我这2000瓦的 逆变器 共 300瓦的 热水壶 我试了 就1300瓦的 热水壶 就把水烧温了之后 它就 跳闸了 我的这个 逆变器就跳闸了 我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 叫什么来着 保险司啊 保险司吧 它就跳了 就不行了 你看 金浙说 预言说 持续三个月 设三个月的大停电 那就 那就 这太阳能 这太阳能就太少了 我就多买点电池了 这两块电池就不够了 对 还有阿米什的 阿米什的生活方式 的确是 以马代车 他们 真的要向他们学习 怎么样 没有通过 没有电 还能 还能生活 还有储存食品啊 他们 在他们那边 还都是比较古老的方式 他们好多方式 我记得好像都是 咱们国内 老一辈的人 都 都在用的方式 是要跟他们学习一下 网上大把介绍 怎么样 就是这种储存粮食啊 然后怎么样准备灾难来啊 什么的 这次我们都看到了 贝卡 弗洛里达 这灾难来了之后 这是实实在在的 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咱就不说国内了 是吧 那他说封城就封城 说不给你电就不给你电 孟城 你好你好 大家好 大家来了 打声招呼 我一个人太寂寞了 小福利又不在 我这 第一次一个人 用 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一个人直播 还第一次用手机直播 这是我的处女秀啊 大家都来蓬蓬厂 用了小福利的账号 偷偷地用了他的账号 网上大把的介绍 这些怎么样 储存粮食啊 储存点食品啊 水啊 很多很多东西 我现在就是 今天呢就是看看怎么样 把这个太阳能的问题解决了 我这是12伏的系统 如果要是 我为什么买12 它还有24伏的系统 还有48伏的系统 超过30伏的话 就可能 就如果不注意的话 就可能电死人啊 这是要注意的 玩电的话 就有这个问题 12伏的系统 为什么有12伏的 我这次买的12伏的系统呢 是因为我 这个逆变器 我早就买了 这是一个12伏的逆变器 本来呢 是不是跟这太阳能系统 一起工作的 本来是我这个逆变器呢 是通过 是跟我的汽车的电池 前面汽车的发动机的电池 连在一起的 然后呢 给大家看一眼 这根粗的线 这根粗的 这根粗线 目前 这根粗线是跟 发动机前面连到一起的 我就从这车这走过去 然后穿过车的防火墙 跟这个 看这里是从汽车的 防火墙里钻过来 这两个电缆线 是跟车的电池 连在一起的 这样的话就是发 这是另外一套系统了 等于也是一个备份系统 如果要是没电的话 理论上我有汽油的话 我就可以通过 通过发电汽车的发电机 点着了火之后 给我供电 这样的话我也有 家里就同样有 两百 两千瓦的一个电源 一花一世界好 大家好 来了就跟我打声招呼 要不然我一个人说的 太 太凄凉了 现在呢 我这里为了测试呢 我这装了一个500瓦的 小的暖气 这里呢是星链 星链的话 我上周末也测试了一下 这是我的星链 可以跟着我跑的星链 上周 从新泽西经过宾州 去了Maryland 来回也差不多开了 没有1000英里 也有七八百英里了吧 测试了非常好 质量非常好 我们是测试嘛 买了一个星链的50美金 一个月的50GB的50GB的 50GB的 叫什么 就是买了一个计划吧 他们的plan 买了一个计划 可以 它的就是可以到处拿着跑的 测试了一下 我们一直在用油管 听东西啊什么的 中间就只有很少的几次断网 断了也就几秒钟 它就可以连上 还挺好的 还没整完呢 我这还说着呢 星链 就是移动的星链 还是挺管用的 而且速度是相当的快 我们在 我在新泽西测试最高的 下载速度是260 目前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刚才我测试了一下 是100 然后上传的速度 也有20 上传的速度是20 倒数都是 应该上传的速度 它是因为它都是 不让你上那么多嘛 就都是20 那下载的速度的话 根据地区不一样的话 100 260 然后在移动的时候 我也测试了 也能达到80 就算我觉得挺好的了 我家的网络好像都没那么快 我家的网络应该是没有那么快的 这个星链的话 是我自己搭建的一个 不能说是平台吧 平台说的有点过了 就是一个架在后头 轮胎后面的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他们一般本来设计的是可以在边上挂着 挂油桶什么的 看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把这个的 它这东西有两个 有两个一个呢 我就搁到了这个轮胎的正上边 然后呢自己去 那个很大的那个橘黄色的那个店 Home Depot 买了这么一块板子 买了这么一块板子 我就把它 这板子上有很多的洞 什么 很多的洞 然后就星链直接 用螺丝 四个螺丝 给它使劲的拧紧就好了 然后架子嘛 是星链 反正这是随时可以拆下来的 可以拆下来了 就行了 然后这个四个大钉子 是以前我是装那个救援的砂板用的 所以那救援的砂板 比这星链要沉得多 一直搁在这个 我这板子上都没问题 所以这星链的重量不是问题 然后开车的时候 星链有一个 有一个功能 我戴着你的帽子 亲爱的 戴着你的帽子 要不然会晒 脸会晒花的 对吧 我没擦防晒油 今天又忘了 就是开车的时候 高速像气时卖 什么的都没问题的 因为星链有一个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平 你可以把它放平 不用 它一个是放平 它就不再动了 一个呢 是它可以自动找角度 自动找角度的话 你固定的时候肯定是自动找角度 能得到最好的信号 但是开车的时候的话 就把它放平的话 基本上没什么阻力 它也就比我的这个车 高一点点 大家可以看高一点点 上面是我临时放的两块 临时放的两块太阳能板子 做测试用 就是最近星链测试的 移动星链测试的很好 非常非常好 然后现在就是看看 这套太阳能系统怎么样 现在目前是11点半 充电 大家能看到13.46安培 如果要是5个小时左右 能把2500瓦的电池充满 那就非常好了 这是两块12.8V 100毫安小时的电池 把它们并联起来 并联起来 就是并联起来之后 就是12.8V200毫安 当然我可以继续再买两块电池 把它们串联起来 加在一起的话 就又乘二了 就500多 5000多瓦了 那就应该 那就给家里一般一天的电 就这么多了 其实家里最大的耗电 就是冰箱 还有洗衣机 烘干机 当然了 如果要是电网不供电的话 烘干机这种东西就不用用了 但是能洗衣服的话 也是不错的 大家还都在吗 在的话就咱们给我打声招呼 小福利你还在吗 咱俩不都一起直播的吗 你去哪了 那我看到小静不静 转了我的 转了我们的直播 谢谢谢谢 很多战友都转了我们的直播 这帽子怎么样啊 最近美国纽约这边 美东天天都是晴朗的天空 大太阳 所以我就想着这 太阳能得整起来啊 如果要是我要是重新买的话 我会买一套24伏的系统 24伏的系统 会相应的 价格都差不多 而且电压越高 电流呢 就可以相应的越小 线啊什么的 线的要求都没那么高 可能会更好一点 48伏的话 就不是特别的 就有点危险了 也可以坐 但是在车上就没必要了 24伏的话会好一点 那之前嘛 刚才介绍了一下 我之前的逆变器 是12伏的 所以我就这一套 目前都是12伏的 未雨绸缪 是啊 就我觉得反正是 有可能 不管谁赢 都会乱一阵子 然后这东西 反正也挺好玩的 出去露营啊什么的 有这么一套系统 就可以用很多电嘛 比如说烧个水啊 买个小一点的烧水器 热水器800瓦 我准备买个800瓦的热水器 1300瓦的这2000瓦 1300瓦的热水器 这个2000瓦的逆变器带不动 买个小点的热水器就有热水喝了 然后可以吹头发呀 烧个咖啡呀 充个电啊 给Starting供个电啊 各方面都挺有意思的 就很简单 真的不是很复杂 因为我也是最近一个月刚琢磨这玩意儿 我就买了一套买了一个套装 买了一个套装的好处就是它都帮你匹配好了 它都帮你匹配好了 你就不用 对啊折腾俩星期了 它就帮你匹配好了 你不用考虑充电器和太阳能板要匹配 然后要用什么线它都给你配好了 这一套套装里头有啥呢 有这个充电器 充电控制器 有跟电池连的线 这两 有电池跟电池连的线 有跟太阳能板连的线 和这两块板子 逆变器要单买 然后呢 电池要单买 电池理论上买一块就够了 但是你买的越多的话 那储存的电量就越多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储存的电量很大 但是充电器是否 太阳能板都要匹配 都要匹配 目前太阳充电是13.47 我的两块板子 加在一起是400瓦 所以现在从这个供电 充电转换器的角度 它最高能给电池用40安培供电 所以我看看 到了正上午的时候 是否能升到至少升到20安培 对呀 以前都是你念字 小福利我都不用管的 现在得自己念字了 好嘞 那就今天先说到这里 我继续在这里蹲点测试 也会记录一些数据 如果我要是决定 装汽车上的车顶架的话 装好了 我们就再跟大家播报一下好不好 那就先这么着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拜拜 哎呀 关怎么关啊 大家的运气都会好的 越来越好的 第一次直播还不知道咋关呢 这怎么关呢 这直播 能不能强行拔电源啊 好像 好像这关的这功能没了 找到了 我这 瓶上有一块 瓶上有一块是灰了 没按的 是有点奇怪 那我就 直接 我就直接 把 盖特关掉了 好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